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得二马二马时 巡视灵官便跑来告诉他 不好了 猴子马上要出来了 山人倒塌了 如来一听 却笑道 不妨不妨 立刻从袖中拿出一张铁子来 交给大徒弟阿罗说 你去切在山上 阿罗到了山顶上空 把这铁子一扔 山立刻生根合缝 孙悟空之下只能运用呼吸之气 手而爬出 可以摇正摇正 在央视八十六版西游记中 保留了这一细节 其实 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啊 大家还记得不 如来刚把孙悟空压住之后 是准备收拾书包撤退的 幸亏玉帝邀请他召开安天大会 并让众神来给他献礼物 如果玉帝拖大 不请他吃饭 他一走两只 孙悟空爬出来了怎么办 是不是还会大闹天宫 罪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六字真言 根本不是如来首创的 而是观音大事心众 咒文极读法是 有多种写法 这是其中一种 军事范文英语过来的 这六字真言有多厉害 为何往山顶上一扔 有五行转化的山 立刻生根和缝 把孙悟空的法术都封印了 原来 这六字大明咒源于范文 其内涵异常丰富 奥妙无穷 至高无上 蕴藏了宇宙中的大能力 大智慧 大慈悲 此咒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 久远皆前 观音菩萨就是持此咒修行成佛的 佛名正法明如来 解释来自网络 那么这六字真言和如来有何关系呢 是如何传到他手里的 据传 释迦牟尼佛注释时 有名菩萨明厨戴障 八大菩萨之一 来 请他传授这六字大明咒 如来却告诉他 我于过去世时 曾经向莲花相王博学习此咒 也就是说 如来是从莲花相王博处学来的 而莲花相王博又是从何处学习的呢 原来 他有一次去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观音菩萨传授 在传授的过程中 立刻大地震动 天与宝华 中咒神变瑞相献前 莲花相王博或咒后 扑度众生 度量无数 可见 如来还不是直接从观音处学得的 而是转了几道弯 才学会了此咒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 观音不是如来手下吗 如来怎么还向观音学习 且借他六字真言压悟空 这是大家混淆了佛教与西游记小说的区别 在佛的世界里 如来是一种职称 而非特指某人 就像世界各国的总统 主席等 观世音也是四大菩萨之一 唐朝时音必唐太宗李世民的会 略取式字 简称观音 也称观世音如来 与释迦牟尼佛一样 也是佛教著名领军人物 并非像西游记小说中写的那样 是如来的德力手下西游记 在创作时 充分吸收了佛教知识 但也结合民间说法 进行了一定改变 在佛教中 六字真言 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 所以如来用它来压孙悟空 是有着非凡象征意义的 六字真言的最厉害之处 是能关闭六道生死之门 等为诸天之门 为修罗之门 为人间之门 八为畜生之门 你为乐鬼之门 吼为地狱之门 故此六字能令六道空虚 五行皆困 六门皆关 孙悟空的法力自然被封印 他如何能逃得出五行山 以上解释有点复杂了 简单说 他就是一个心咒 他困住的是孙悟空的心 一个人再厉害 当他的心被困住后 就会失去一切动力和激情 什么事都不相做 凤有日先本事又如何 如来反复打压的 就是孙悟空的心 翻出手掌心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和心理战 甚至可以大胆猜测 如来前期的确通过法力压住了孙悟空 但五百年期间 法力也许早就小解了 然而孙悟空心所没解开 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逃出来 甚至连试一试都勇气都没有 遇到唐僧后 铁子被接下 心魔被解开 他自然也就出来了 小解 心魔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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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刀子被解开 心魔被解开 心魔被解开 对其他人的音乐 童谜